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有个啥问题 就是我一直在好奇怎么样才能 安全平等的内容 就是对人完全平等的内容 这个需要修正 不是说需要你修行很久 平等心 不是说在佛学里面 他说每一个人的本质是相同的 都是空性 每一个本质是相同的 但是他在空性里四写出了不同的 因为他的执着 四写出了不同的执着的像 就是我们四写出是人像 目前大家都叫人像 人的像 我以为有这种执着 是写这样子像 他有那个执着 是写了不同的差别像 所以这叫不平等 差别 但是你了解这一点 也不代表你能平等 本质上是一样的 心里知道他们是平等的 你不应该 只是你还是有喜欢他的执着 不喜欢他的执着 你执着的那个像我不喜欢 他执着出来的那个像 我还能接受 是吧 就是说你还是对 你还是生不起这 不是这个是需要你自己正有空性 就是你自己回归到空性里了 那你看所有的人 就看到他本质了 不再被他的差别像转 不再被他 就算他执着成万额不赦的 他也不会影响你 你可以导引他 教导他把他从那个恶法里边 或者是自己就是轮回的地狱里边 拽出来 但你也不会说是起心动你 说喜欢或者业务或者 因为你是空性 所以你正果了 你看他过去 你看到了他的空性的一面 你是什么就看他 看他也是人 你是人你自然看他也是人 是吧 也就有人的局限性嘛 人的眼睛你就看过去 他就是人 他觉得这个人好讨厌啊 这个人好喜欢啊 但是你你自己修正 回到空性里 你看对方也是佛嘛 你是佛看对方 不是说对方成佛了 你看对吧 是你能看到他 如来本质的一面 通过他的 执着的这个假象 现象 看到他本质上的那些东西 如果你看到他本质上了 每个人都是本质上的空性 那就平等了 然后你可以帮助他 你也可以骂他 也可以夸他 也可以 因为他不同的执着嘛 你只不过是破了他那个执着 他就回去 破了那个执着 就回去 每个众生都是 如果你是个修行者 你把自己放在了修行者的位置上的话 那你觉得我特别业务这个人 那肯定是我找相了嘛 佛学里边叫 找了他的坏行为的相 找了他所做的那些 因为你特别业务他 如果这个人真的是在人道 按人道的游戏规则 他做的确实是行为做事太过分了 那么你业务的是他那个行为 不是这个人 你很讨厌他那样做事那样说话 知道吧 但你并不业务这个人 是吧 因为这个人没什么可业务的 是吧 大家都平静安静的坐在这的时候 谁还多讨厌是吧 只是他一做事的时候 有的人的自私啊 贪神吃卖也就缺饭了 你就觉得他很讨厌 他怎么这样说话呢 他怎么那样对别人呢 怎么怎么 是不是就很讨厌 那个时候你可以 你要是申请业务的时候 你先调伏自己 你就说是吧 他只不过是他有他的执着 有他的局限性 他就那样认识问题 不管每个人做任何事情 其实他的目的只有一个 希望自己能快乐一点 是不是 他就随心所欲 他想做个啥 他只不过他的目的 每个人就是想活得开心一点吧 只不过他觉得 我这样骂了他 我就开心一点 我这样做事我就开心一点 我这样那样做事就开心一点 他但是呢 有的人在自己开心的时候 照顾到了别人的角色 有的人就不 他开心我 不管别人的角色就伤害到别人了 他只管自己开心 他不管别人的死活 是吧 这种人你就会厌恶 或者是什么 但是呢 你看清楚这些事情的本质的以后呢 你越看得清楚越透 你的心越平静 你就觉得 因为佛还说 当他在自己做事 不考虑别人的 别人的角色的时候 这个人迟早 他自己也会 那些角色回到他身上有因果了 他自己也会很辛苦 所以你对这 这都是无明导致的 你看清楚了 你心就柔软平静 你就不会多厌绝对方 多厌绝 只是觉得 你看你那样做事 迟早有问题的 你不能那样做事 迟早你自己会掉 轮回里面 掉下山的 很苦的 如果他不改 你说不改 你承受不了 躲避也是一个方法 先躲开 先也不戒心不烦 先先避开 如果你能承受 那就不必静转嘛 心无分别心嘛 越讨厌的人 你坐在面前 你如果心如如不动 那就很高的定力了 是吧 无分别 如果你再能对他 对业务的人 生起慈悲 生起平等了 那你增量就更高了 我就总有一种感觉 比如说他能量很低 或者怎样 或者很消极 我和他在一起的 我觉得他的低能量 会影响到我 然后我又很难避开 这个是人道的想法 那你现在是学了佛法了 是吧 学了佛的芥蒂了 那就不要有这种 人力的想法 来去困扰自己 每个人本质都是佛 他就没有低能量的东西 是吧 每个人在本身上 都是空性的 都是无所不能 法律无边的空性 在本身上 只不过他现在 因为这种执着 他再能量低 也不就是下三道嘛 就是六道嘛 就是他的心气 此时此刻不在人道 他可能进入了地狱道 惡鬼道 或者是畜生道 或者在天人道 或者修罗道 就是上三道的 可能气能量 也觉得心气高 下三道的能量 比较低一点 比如说在天道 天道的他化自在天 什么他的心很平和 你会觉得 哎呀跟他在一起 会舒服一点 就是说在 这是在六道 这还不是说 就算没修行的人 他也不过就是这个心 不断的在六道轮回 其实没有什么能量高低的问题 从佛学的空性的角度 你不要 这个是人力的 从人力的角度说 从佛学的角度 你就不要说 认为他是低能量 他都是空性的 他只是 你觉得他不舒服 只是有时候 你的分别 你的世界在起作 你的概念 扩扰你的概念 并不是他的低能量 高能量 如果你突破了这种概念 你跟这狗跟猫 猫跟狗的能量高不高 但是你跟一只猫 处得很和谐 你把猫抱在你身上 你觉得挺舒服的 你可以摟着它晚上 觉得挺暖和天 那你说猫的能量等级高不高 是吧 所以并不是能量影响你 是你的认知在影响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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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